王爷 不必苛责自己 王爷 那个人叫你拿回那块水晶 你没有拿到 回去会受苛责吗 我也没想到居然丢了 我也很诧异 以那个人的能力 他想要什么 本来无需借助他人 那个人 无处不在 岳父大人 岳父大人 去白狄的杀手都已经撤了 这是你的线报提供的消息 也就是说 你可以大张旗鼓地 荣归故里了 是吗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只是 能回顾礼 小旭心里很开心 现在你还不能走 啊 不停 我也没想到 一路 是 那我 也是 的 你 你 aurink stat 不能回古里了 岳父大人 岳父大人 虽然一路艰辛 但你必须得回去 好 反正横述是个死 小绪 愿听岳父大人安排 我既然让你回去 自然能保你不死 玉父大人再造之恩 小绪莫齿难忘 他日若登上韩位 若有差遣 小绪愿肝脑涂地 好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等我的消息 绳子不打劫就是阳 绳子打劫就是阴 阳就是白 阴就是黑 不错 正是如此 一黑一白 一阴一阳 一反一正 一好一坏 一生一死 好像有很多道理在其中啊 可是 我不知道我现在学 还来不来得及 学不学得会 求学这件事 多晚都不晚 至于能不能学得会吗 不学呢 一定不会 学了呢 不一定能学会 一旦学会了之后 却一定可以受益 我可以教你 但能不能学会 在意你自己 我就这么几个弟子 有会的 有不会的 就拿竞书的功夫来说吧 烂到底 因为他不学啊 不懂的我一定会问 但是有时候 就怕不知道该怎么问 能问就好 不疑或者不得领悟 大疑或者得大疑 跟他找到 找到 isa 不不得领悟 本身 就是 读 读 语 看 语 语 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没听到 想事情想得太入迷了 你都没有听见我进来吗 你怎么来了 听府里丫鬟说 你身体有些不适 我来给你枕脉 看起来你恢复得还不错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放心 你以后要学会保护自己 你学会了吗 我不放心 你武功这么差 如果没有我保护 我会学的 过去你都不肯学的 过去是因为我没想太多 只是偷懒而已 现在我想清楚了 你不能一辈子跟在我身边 我当然要学会保护自己 走 好看吗 好看吗 好看 算了吧 算了吧 再来 干吗呢 你别见了 国师大人你就说了 净书身体都好多了 试药就三分毒 让他自个儿养养好不好 他们就是下定了决心 要把这点意思都碾碎的 你就拿出点耐心来吧 原来 你想得这么清楚 我忘了 你会阻止他们 我不会 对我来说 只要能让净书幸福 即便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我也能跟他一笑弥恩仇 原来你也 我早就该知道 你根本就没安好心 我这不是 脸上刻着四个字吗 人肉盾牌啊 闭死之身啊 我 你 鬼知道你哪儿来这么多仇家 偏偏自己 功夫烂得要命 还不争气 否则 我至少可以讲给他听啊 我至少可以拉他出来 堂堂正正地打一架 至少 你 原来 你心里憋了这么多委屈啊 淑子凤 你要幸福 你要替我 替略影 做一个幸福的男人 你知道吗 你这家伙 你一定是上辈子积了什么德 从娘胎里出来 就做狗屎运 我宁愿他爱的人是我 他选择的是你 我宁愿 你有大半生时光 对 贪心不足 天理不容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其实 我才是最幸运的那个 我喝多了 不管我说了什么 我都不会承认的 你最好都忘得好 相信上苍 对你的眷顾 天地之道 恒久而不宜也 历有忧啊 终则有时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诏 四时变化而能久成 原来书里面也有天地 日月 万物 恒久 真是奇妙 可惜天地日月永远都在 我却要消失了 青春 年轻月 小姐睡了 睡了 你说宫里敬畏森严 不是比咱们府里更安全吗 怎么小姐要回府里来住呢 你想不想进宫啊 府里没有宫里自在 恐怕小姐也是这么想的吧 你说咱们的未来会在宫里变老吗 不知道 不过我们本就是宫女 自然要跟着小姐一起进宫了 我听宫里的那几个丫头说 每年都有往外放的宫女 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抽宫嫁人呢 是嫁给四大营的兄弟吗 你嫁不嫁 我不知道 不过是让自己选吗 你笑什么呀 见过高山呢就不会喜欢土坡 见过白云就不会喜欢棉絮 这个世上不会有那么多 像韩光少爷和略影少爷 那么帅的男人了 我看你啊嫁不出去了 韩光少爷你也敢想啊 我哪儿想了 我就是随后一说 这个略影可真奇怪 他居然和少爷住一样的房间 他是小姐的恩人呢 你说 他和韩光少爷谁更帅 那不好说 那太子殿下呢 太子你说什么呢 越来越没真心了 睡觉去 我那样的女人 并不诳是一样 你一直在这就 コメlesia 没想到 你不能不诳 我还是不想我 就不要把心 说 你不想我 你不用不想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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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此中高手 你以后好好跟他学啊 去忙吧 去忙吧 这些都是同目 拿来给你练手 可是不知道靖叔喜欢哪种 师妹 我一辈子不屑于对任何人做什么解释 这孩子倒是很透我的脾气 卓钦非一朝一夕之功 需要有耐心 得慢慢来 你闲暇时到这儿来做做木工活 其余的时候 我还是得给你 我还是不提不过 谢谢你 我还是得给你 剧表里面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不提供 你再喜欢 我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子那边同意和你会面了 那这么说岳父大人也会在 是私人之间的小型会晤 没有安排群臣参与 那 那我们聊些什么 谈话的议题呢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不重要 见面谈什么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见面了 你是太子的座上宾 你不光没有打算回国 而且在天楚乐不思蜀 风生水起 这就够了 好 那 我们就聊点风雅的 这里 还有这里 各在家派两个人 应该就可以了 是 不过 大人 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 男人嘛 不经历风月 怎么成长为男人呢 师父 绿影来了 殿下 你要显示出非凡的气度啊 要拿出尊贵来 怀荣昭辉是外邦小民 要让他们对咱们天楚 高山仰旨才对 太子殿下 国师 方师父 坐 殿下有朋友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就去交 年轻人 需要朋友 但是朋友也要挑 不能没有选择 是 世家弟子有品行好 不乱来的 找几个陪着太子 白嫡王子 不也是个年轻人吗 喝喝酒 写写诗 聊聊理想和人生 多好啊 散散心吗 好 太傅你个名单 让太子临选一下 人不用太多 朋友吗 归在京 不在多 不用你名单了 就让赵无害 陪我一起去吧 您觉得呢 他不是白嫡王子的 殷亲吗 这赵无害 说话不太注意啊 在朝堂上 博过您的面子 那有什么关系 封师傅说过 为君之道 要学会用人 赵无害身边 还有个谢淑贤 是谢老将军的后人 叫他一起 让他 也沾着太子的恩典 好 打算怎么个玩法 封师傅是让我 去结交朋友的 那么今晚没有尊卑 只有朋友 我去结交朋友 好 好 先瞅了 高山流水觅之音 流水最不好谈 却最是情诗 犹如倾听 贤弟特意学过 一位故人最爱辞去 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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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不如心 人不如故 却乎如此 谢贤弟 今天就为你这一曲 高山流水 我要醉倒在这里了 敬你 敬故人 用不了多久 我也是故人了 我这是抛砖引玉 久闻大哥阵前击讽 慷慨激昂 士气大阵 可惜我到大哥身边时日尚短 未曾听闻 不如借此欢聚 为黄公子与王爷 处住久幸啊 那我们就先干为敬 如故人 未免唐突了者 蓉蓉叶色 莫莫凉� 在下 大师会一套大雁掌法 要请各位行家 掌眼 好说 请 赵兄 你这最后一招 叫什么名字啊 黯然销魂 好一个黯然销魂 在下打得并不好 形状而已 不能神似 意在全外 赵兄 佩服 今朝有酒 赵将军 兴甚至哉 我先服三大白 方不辜负今夜 与诸君相聚 太子殿下 不能再喝了 你不要扫我的信 来 你陪我一盏 笔墨伺候 刘水玉蜜之音 宴行 起腹无履 好一个 刘水玉蜜之音 宴行 起腹无履啊 黄贤弟 小弟想要借你的酒 教我快乐 可不可以 让我给你提一个字 久闻顾兄 是书法大假 正要请赐莫保 真是求之不得 好啊 那 昭辉就献丑了 来 来 伤心桥下春波绿 曾是惊鸿 照影来 曾是惊鸿 照影来 就这几个字 就把姑娘心伤了 是 奴婢想起 曾经有一个人 就好像今晚的月光 照进过我的心上 可是后来 再也没有来过了 就像公子的这句话 曾是惊鸿 照影来 你在干什么呢 为何不过来针酒 我们看那位大哥呀 孤零零的 比公子画中的孤雁 看上去还有可怜呢 他怎么会在这儿 是我让他守在外面的 别让不相干的人 饶了咱们的雅兴 你不觉得 他扫了我的雅兴吗 黄公子 请借你的保镖一用 转转